冯拱大战是什么梗 这个梗说的是最近小评演员 广汉林和前国族队员冯小婷的一场 线上对线 事情源于广汉林在两会期间 接受的一段采访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中国男族 被他这么一说 冯小婷就坐不住了 在自己的常文评论区直接回队 哥你要退役了吗 退了让给广汉林 又有网友扒出了风拱之前拍的一个段子 把真风拱也拉下了水 女族爱吃面 因为他们知道要为中国人争点面 男族 男族爱吃海参 看上去浑身是刺 其实挺软的 对错暂且不论 其实我比较奇怪的是 两边为什么能炒起来了呢 你看足摊酸菜被挖出来了 康师傅回队了吗 没有啊 人家知道丢脸啊 你看拼多多砍价6万网友没砍成 拼多多回队了吗 没有啊 人家就弱弱的发了个声明 人家知道丢脸啊 国族为啥还敢站出来回队呢 这就脸都不要了呗 好了记得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